看外交,好像看電影的曲折離奇 這次巴里峰會也可謂經典之一 為什麼這麼離奇呢?就是很簡單 一支飛彈突然射到波蘭就玩弄了 剛才總議執領所說的就是玩弄了英國的國格 為什麼呢?真的有下台階 為什麼呢?這次我不和習近平見面取消了會議 其實很得體,因為飛彈射到波蘭 為什麼英國這麼重要?因為他們本身是北約的成員國 剛才你也說了那些程序,又要第五、第六 總之大家要開會 基於這樣的情況之下,真的沒有空 而且當時也很緊張 未收到這個正式的證據也好 但是已經說了,波蘭遭到襲擊 步上去北約的時候 就是可能會顯示很快 會進入北約可能會對俄羅斯有軍事行動 如果證明俄羅斯用飛彈襲擊波蘭的話 不是說笑的 如果北約要動俄羅斯的話 俄羅斯不會躺下給你打的 所以俄羅斯的寶日飛機 性控 什麼叫寶日飛機呢?我想是所謂的 就是戰略核導彈的機制 以及核潛艇這些是核戰略報復的力量 就是說,我和你準備打核戰 就是戰略級的那一隻 為什麼呢?你用北約來碰撞俄羅斯 俄羅斯幾抽得大家都看到 但是俄羅斯手上最大的王牌就是什麼? 就是這個戰略核武 所以很緊張的 不是開玩笑的 就是你說,用不用啊? 你說這件事 你就會令到新偉城不見習近平 現在是百條道理 是不是? 不過告訴你 新偉城究竟了不了解外交呢? 我真的不太清楚 但是我覺得就是 香港很多波底的 宿論證都應該給他聰明 簡單來說,你在這個 之前14日 和拜登集拜會的時候 整個的氣氛 你都應該解決得到 中國現在的大外交通通 是配合了一個很重要的 先決條件 就是說 你任何國家和中國雙邊也好 單邊也好 複邊也好 你必須要重視對於台灣的定義 你不能夠走錯路 如果你沒有了對台灣這件事的尊重 你承認一個中國 對台灣是中國領導主權的話 基本上外交的基礎是不會存在的 中國是不會跟那個 承認台灣是獨立國家的 所謂友邦 就是他自認是友邦來做朋友的 絕對不會 你口說也要做得到 所以連美國 拜登都 至少都收回那些 什麼叫做 我現在不是無策略了 我現在是明確策略了 他也不會再說這件事 他也不會再說這件事 我不會支持台獨 也不會支持這些民進黨 亂來的 總之 一個中國 我們不變的 他也不會再說這件事 也不會再說這件事 也不會再說這件事 都未去到巴黎島 已經是千里傳音 就告訴他 提供武器給台灣 你雖然說美國 實際上提供很多武器給台灣 但是會不會 拜登會和習近平握手 說 等等 Mr. Chairman 我想告訴你 我們準備 武器給台灣 根據我們台灣關係法 帶來道理 我們繼續支援台灣 會這樣說嗎 如果這些常識都不懂 基本上連香港波地 論證的叔叔都不如 我想說一句 很難消氣 我想灰鞋 灰鞋一下就說 英國的首相最近很短命 入期很短 暢偉先不用說 如果你新委呈之後 再想找這個首相的人選 其實香港的波地 都會有很多論證 說話是很厲害的 不排除他們 可能在英美大學讀過書 他們的常識都應該 和新委呈評 我想都應該不會差得太多 當然 作為英國人也好 作為我 中國人也好 都希望新委呈 繼續做英國首相 做到胡鋒的年紀才退休 甚至不退休也可以 因為新委呈有一件事很厲害 他做首相的時候 不是他還沒做首相 做財相的時候 就跟這個約翰遜 他當時提出 早兩年前 提出一個很激烈的 很進取的一個財政方案 就說要令到英國變成一個超級的科學經濟的國家 就是說他要追上這個中國 起碼拍著美國 還要說到他希望帶領這個英國 能夠有6.9%的GDP增長 當時是 英國是新冠都幾嚴重 大概有700萬人失業 是史上最高 那麼聰明的人 雖然他跟杜魯多相比 杜魯多怎麼形容呢 我也找不到什麼形容詞 唯有借新星馳的台詞就說 生得英俊還有才華 那麼新衛城 還沒算了 我想你也有七成了 都是叫做生得英俊又有才華 所以說 如果他繼續再做這個英國首相的話 其實都是好事 一個 香港波地亞縮水平的人 就是搞政治、搞外交 希望他的任期繼續延長 那麼說回波蘭 剛才大家說了很多的條約、機制 我想告訴你 波蘭也是一個可憐人 哪有可恨之處 可恨者也必有這個可備之乎 為什麼呢 你看看歐洲歷史 波蘭曾經輝煌過的 打到莫斯科 吞併了普魯士 真厲害 真厲害 但是現在被人淪為 說歐洲的拆鞋布 就是拆鞋的一塊布 很不屑他的 現在整個格格陣 阿比利多說得到 利用很多機制 他和聯盟 和聯盟終於被人出賣了 慘得很難去說這個國家 雖然我很愛波蘭的國家 尤其是有蕭邦這樣的音樂家 不過說完說 是不是拆鞋布 我不敢說 不過波蘭這次 其實是很可怕的 他有很大的野心 因為看到烏克蘭和俄羅斯 發生軍事衝突之後 他馬上說一句說話 現在烏克蘭和波蘭 是沒有國界的 我們同在一地 他對烏克蘭的領土野心 真的是超圓若揭 當然他這件事 是不是很快想啟動到北約去加入 去做這件事 不知道他的動機 不過我想解釋一下 其實現在波蘭 又是被別人抑制 為什麼呢 其實波蘭絕對有權 去公佈這件事 去尋求協助 為什麼呢 他參加了最大的收取保護費的北約 北約有三十多個國家 你知道北約是什麼 是什麼的組織呢 對美國來說很重要 怎麼重要呢 收了你進去北約 當時北約講回背景 就是對付蘇聯和東邮集權 軍事聯盟 你進了我這個聯盟裡面 你會受到我的保護 你被別人抑制的話 剛才的機器就說 我會通報我會馬上去幫你 話就這樣說 有了這麼優厚的保護條件之下 你會怎樣呢 每年你必須把你的GDP 2%拿出來做軍費 下一步是什麼呢 你可以選擇 只可以選擇美國的製造 你不要選擇其他地方 難道你真的買中國的出品 不行嗎 所以看資料 這三十多個成員國家 由歐洲擴展到北美 很多國家成員 組成的北約 他們總的軍事開支佔 全球的國防開支佔70% 就是七成 那是什麼概念呢 大概最近這一年 就是估計全球的軍事開支 就超過2萬億美金了 七成 你計算一下 都1萬4億了 所以說這個美國軍火箱 吃得多少 吃得多少 可想而知 多優厚 對嗎 所謂中東那些 你以為很有錢嗎 拿快利 林浦堅 那些所謂親王王子 在別人面前 你也不要說自己有錢 因為中東來講 都是大概8000多億美金的時候出口 人家 就不斷賺1萬多億 所以也說 給了2%的保護費GDP 今次看到自己被人襲擊的話 多難提出一個這樣的啟動程序 合法合理 大家又再去到一個地步就說 都被說找過的調查委員會去追查這件事 即場這位拜登先生 這位總統先生 就交代了 一定不是俄羅斯的 你就馬上結束了 如果這樣說 你就會有些穩定呢 譬如說真的 我是不是需要去這個 燒委會 跟你糾纏一下呢 你實際上反應太快了 你怎麼知道 你以為你是天神就私嗎 這件事 這件事其實也挺怒吵 當然 這裡也沒有消委會受理 即是 交了會費 原來就是留的 又好像 剛才阿傑所說的 當時的歷史 就是慘痛回憶 說幫你 說保證什麼 原來到時又是水利 其實可以這樣說 根據國內有專家說 你就不要當這個事件是吹水 這張照片可以看到 整個北約來說 立刻是在這個 北約就不關日本的事 立刻是G7 這個大概也是 上下 你看到他們立刻這麼緊張 開會 接著又拜登拍板 說不關俄羅斯事 好 大家回家 冷靜一下 那就算了 你怎麼知道 大哥 你坐一巴掌 你又見得到 飛彈到處走嗎 你真是 我開眼界 我們又被這個 內地一位老師 叫王強老師 他的視頻就很精彩 他說 為什麼呢 其實他可以這樣握出來 就已經說 其實這件事 就是 當了俄羅斯是無關 因為全世界沒有一個國家 好像美國那樣 有這麼多的 所謂的 所謂的 陸基 就是在這個 陸地建的 所謂的 宙斯神統系統 宙斯神統系統 其實就是 防衛這些 導彈 反導彈 所以有很多 雷彈偵察 在歐洲 羅馬尼亞 波蘭 很多地方都 裝置了這些 所謂的雷彈 所以打開 的話 其實 可以追蹤到 整個俄羅斯的一舉一動 這些叫做陸基 宙斯盾系統 它當然可以發射 飛彈去攔截 但最主要是一個 雷彈的偵察 還有 它有 每天都飛一架 不知道飛多少架次的 叫做E-3如形機 這些飛機飛上去 不是在那裡浪油 是24小時監察俄羅斯的動向 換言之 在歐洲 整個俄羅斯境內 裝置了CCTV 所以這位美國 很有資格說 我看回視頻 即是 看回CCTV 應該很像 初步來看 不應該是在俄羅斯射 都是在烏克蘭 你真是不能拼搏的 當然它不會拿那些CCTV 跟你一起分享 就不知道 會騙你也不知道 你相信它 但是如果你說 如果我是波蘭人的話 我交了2% 每年2% 光顧你美國買軍火 即是現在你不給一些可靠可信 令我安心的東西 我會不會肯過你呢 不過算了 你不肯過人是怎樣 這個是國家的實力問題 好 這位王強老師也說了一個很有PG性的意見 你不要看著這些東西在這裡笑 這些不是娛樂新聞 為甚麼 但是 美國在南韓、日本 都有很多陸基壽司的系統 這些是反導彈的擂察監測 照著哪裏 不只是俄羅斯 是中國 台灣對面那一個叫諾山 也是一個基地 都是有這些系統的 同樣 中國都是 一舉一動 24小時 加上可能還有 你的衛星 都是有CCTV的 這個是需要警惕的 當然 你可以跟我爬死一件事 美國這次是口說的 其實是不根據的 不過是想平息這件事 這些都是從政治猜想的 不過美國如果花了這麼多錢 你想想全球做這麼多的監控系統 做很多預警的工作 你想想是不是 都需要多龐大的實力去維持 所以說得說回來 收你2%的GDP 用來買軍費 做軍費 也不是完全水利 不過呢 信者得救一定要信我 你不要懷疑我 究竟是不是吹水 或者你不要懷疑我 究竟有沒有將真相告訴你 沒有這回事的 所以其實就是 波蘭這件事 究竟 這支導彈 救就救了英國的角格 但是就會平平息到 波蘭對於歐洲 對於北約的信心 就不知道 同一時間 就說 打仗上來的時候 第一件事就是要摧毀這些 所以你知什麼系統 大哥 你什麼都不用走 你走哪一步 你動員哪一個部隊 你有什麼的導彈 鳥如指掌 當然 一個很慘痛的 我小時候的回憶就是 終於轉戰爭 就是 中國那時候哪有衛星 哪有這樣的監察系統 就是 找人命搏上去 但原來美國已經整個 衛星系統已經監察了整個戰場 知道中國死得多慘 因為你要找人命搏搏 你看不到前面的山 也看不到後面的海 湧上去 湧上去 很多年輕人 就像我那樣年紀的人 變成永遠年輕 所以說 科技是救國 不要只怪他做醫生律師 從中國來說 我不批評香港的家長 大家好 巴士的部除了在YouTube有片看外 在另一個平台石樓台 也有很多獨家內容 例如石樓台新節目 十分鐘看中國 每天用十分鐘告訴大家 中國發生什麼重要事 大朋友和小朋友都對看 現在很多媒體比較少說 中國的新聞和系分析 而且多數都是說負面的 少有說正面消息 叫年輕人每天抽十分鐘 看石樓台新節目 十分鐘看中國 就會知道國家發生了什麼事 可以更加深入了解國家 石樓台歡迎全球觀眾訂閱 希望你都支持巴士的部訂閱石樓台 在互聯網搜尋巴士的部 去巴士的部網站 就可以找到石樓台 瀏覽石樓台內容介紹 以及免費試看一些精選節目 多謝大家支持 按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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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讚